廢得像死的,這次還削弱天理何在? 笑他媽的我大姊姊希露克改強之後 他也帶了改強了,甚至可以說重鑽了 Oh yeah,沒錯就是我們還要最愛玲玲了 所以把改強後殺到MVP最高速的金屬幹爆 提琳蘭鐸,才有天地馬洛斯 到最西版中該怎麼出裝改強呢? 什麼號,到底這邊是不是搭配什麼英雄呢? 好好享受吧! 大家不用學費,可是請在下方點個贊助大家 你想想點贊對我來說是最大的支持 對,就是你喔,小兄弟 本節目沒有人贊助播出 哎呀,一射過去,直接打對面 這個阿塔想幹我們啊,小兄弟 我領領你也幹,我們射回你回去啊 不斷的倒回去再跟大家說 他到底改強了什麼啊,前期啊 團戰連連,對面兩個欺負我們一個小女孩 你還過來射你一人又暈眩 哎呦,又打過去,不斷的打兩邊 那麼這幹我們一個人呢,怎麼搞呢? 幸好有個愛弱小兄弟的這個 大家都知道啊,在體驗服的你啊,這個讓入是很難 幸好他這個直接就過來當個輔助啦 那也很好啦,不斷的打對面啊 然後這個,哇,劈得到你這個剎骨 哇,你連,我們這裡連,哎呦,閃現了 就過去小兄弟,我們還有一個二技能 哎,記得,哦,往前,不斷是你還打 他叫你打啊,小兄弟,這裡還可以打嗎 這二技能拿過去,哦,一學的,哦,就這麼一學的 還有一個我們目標是蘭鐸,聲東極西 哇,這放虎鬼山也沒關係 還有愛弱,哇,他直接小兵擋住也沒有所謂啦 那因為我們還可以再補一盾 等一下,難怪要幹他們呢,他們還能再幹呢 怎麼幹他們呢,直接我先一技能 啊,記得,哦,射死了 還有一個,哦,再打,你躲草叢,我們就認不得你嗎 小樣的,直接還有一個,哦,再射一下射一下 就這麼雙殺了呀 哦,前期就那麼的說,那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英雄呢,首先我們說一下 他改強了,這是什麼呢 先說第一樣,就是他的這個普通攻擊的這個射程呢 從那個7米呢,哎,變到去了 7.5米,那就能夠讓你,哇,射得更遠了 我們知道大家都很射,哎,說的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大家都很喜歡用李林的這英雄呢 去射擊呢,啊,這個意思啊 那當然的改強就不止這些了 先看這一波,你又過了,哦 無多時有 tells 哇哇哇哇,我真的想怎麼這麼高啊 沒錯,改強就這麼,哎,哎呀,啊,哇 精疊瘦歌對面,還一個對面 一個懶度,你還打抽我們小事 儘感啊, llejje,幹他回呀 哇,前期這麼修歌,那麼多個人頭 這麼快啊,沒錯啊 因為我們這邊 真的是現在這個版本的改強 其實我們讓他比西路卡更厲害了 那我們的改強方面當然不止剛剛說的 還有被動也把他機具改動了 我們的普攻的發揮兩次傷害普攻以及大招會對處於 這控制技能低了 造成額外0.4AP值的魔法傷害 是AP值的魔法傷害 打魔傷了魂傷了又能夠 不過這部分沒法暴擊 也沒有關係 哇看那麼多人幹我們 哎呀卡一下小兄 等一下這裡卡住一下沒關係 而且又射過去暈眩一些我藍圖過來 沒辦法沒跟我們 這個一換一也沒所謂的呀 那還有的改動呢就是我們一技呢 哇這改動就真的誇張了 使得連累這英雄屌到不行 屌到不行啊 冷卻我們直接呢 哇從10秒前期就降到去6秒 後期8秒降到去這個4秒 位移距離4米到5米 哇基礎傷害啊這個 75到去這個100啊 最後175到這個300有夠多啊 爆炸範圍還增加0.5米 還會增加這個一堆炸彈 就像以前會死去的那個炸彈 哎呀哇還會降低一堆移速 還有上方的這個計時條 大家現在看到 嗚那真的就有夠爽 這個整個就改動 你可以說是一個改強 可是這也改太多了吧 改的還這麼屌 啊怎麼用呢 以後這個英雄可能很多人用了啊 哇 那個造型那麼好看之後 你又那麼強 肯定小兄弟們會用他呀 那我們這二技能方面 射程從8米到10米 而且這以前的雞肋 哎呦 我們現在兩個大招幹過去 這幹的逼得你直接往回 你還往後拉 小兄弟還想打 哎呀 就不斷地去撤你 就是 哦 又來又打 我們這波破殼你 這裡能夠打嗎 哇 散過去 啊 我就這麼死掉了呀 小兄弟 哎呦 再把你的這個塔 這 從底部挖出來拔掉啊 這小兄弟跟我們一起 這條線呢 叫高潮公路啊 這小兄弟的名字 哎呀 有點意思是不是 那我們這裡呢 啊 看到 哇 對面那麼多人能夠套 哇 還有個對面拔到 哇 那麼多人 且我們只剩一滴血拔到整個樹 哇 反殺一個再兩 哇 大心臟二技能遇上 再回首大招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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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以前的機具實在是太過,怎麼說呢?有點雞肋的意思 現在就不會了呀,二技你要命中敵人的嘛 所以說現在就很好用了 你要打這個魔龍也好,也可以這麼的去打到他也是蠻好的 然後再加上,哎呀,沒錯了,就是我們的大招 大招的射程也給他增加了十一米到十二米呀 雖然沒有個減速效果,不過我們主題要先看這一波 哇,對面躲得到,沒關係啊! 一個暈眩術哥還有對面,哇操你怎麼有個人啊,才沒有人啊! 二技能,哎呀,有個對面小兄弟怎麼挽回他 你很秀是不是啊,溜來溜去,你在玩第五人格嗎?以為自己 啊,監管啊,以為自己,我們是監管嗎?啊,這個小兄弟啊,這麼這麼瘦掉塔了呀 那我們剛剛還沒說完嘛,大招除了這,一出了解數以外呢 我還能夠觸發普攻特效,所以說為什麼我們大家看到,哎呀,反氣的 哇,這麼大,這麼痛,沒錯,就是因為龍骨劍的被動也能出來了 當然了,電刀也可以,不過呢,龍骨劍更加爽啊 又能夠吸血啊,這個龍骨劍呢,不斷的去射對面,又射一下 又射,哦哦,又射一個,還能夠打破了閃現 又死一個,又往前拉一個,我們炸彈炸死對面一個,又一個,哇 三位英雄,來手一技的,不斷往前拉,能夠你雷魔這些王,嗚,還起殺心啊 不斷往前,哇,來一手,三殺死了一個,就直接幹掉對面主角,贏了這場遊戲的勝利 啊,MVP的30%最高輸出啊,超誇張的 那這位西方上最射的大神們英雄呢,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這位 馬洛斯啦,馬洛斯如果呢,先手開團 我們就可以呢,搭配他的雷魔陣,開一手大招 直接的把對面的英雄呢,不斷的給轟炸,給自死啊 那第二個的話呢,就是潘因了 我們呢,可以在潘因進場之後,哎,使用他的這個沉默 搭配我們領靈的這個技能組呢,使得對面,哎呀,在沉默之後被我們給轟炸 又或者是說呢,可以我們先行二技能暈眩對面 使得潘因的大招更加準確的能夠命中對面 使得對面想要逃也是很難的一件事情啊 再加上我們領靈呢,有位移技能 他到潘因不會說跟不上團戰,相得益張 那我們會壓制什麼的英雄呢 第一個就是他媽 他的語音,姦姦姐 這個西路卡 只要西路卡敢開啟這個大招 我們直接就在他頭頂上蒼炸彈的 那不是更起不樂宅嗎 那我們會壓制的第二個英雄就是貂蟬了 如果貂蟬也是一樣,他敢開啟大招的話 我們一樣的開啟我們的大招 往他臉上就射我們的轟炸彈 把他給這麼個幹掉 那麼為什麼英雄給壓制呢? 第一個就是莫拉了 即便我們二技能可以暈眩 莫拉還是可以直接近身一個時空殺陣 免疫掉我們二技能 他的二技能也是可以免疫我們的二技 使得我們想要打中他或者控制他超級的難 反而是被他一個時空殺的很容易就直接吹了呀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納克羅斯了 同樣的,如果我們即便二技能能夠打得中他 他還是可以從大招霸體效果 躲掉我們二技能的暈眩 天生的打我們很難跟對面打 感謝大家收看,我是MyTeam的 我喜歡影片的話呢,不要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